在昨天中午12点左右,在复理乡竹田村轮天大桥有一部自小客户车 疑是因为刹车故障,不慎插撞到桥上固然导致车底向右侧翻覆 而驾驶因此受困于车内 而警方到达现场后立即做一个检视 发现驾驶意识清楚身体活动上撑方便 因此立即协助将其脱困 而事后对驾驶进行酒精浓度测试,酒测止为零 而且索性极有首部插伤 那本案本分局依照交通事故做一个受理